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上午民进党台北市场参选 陈时中是来到了北投市场扫街 而摊商很热情的送上了粽子花 还有凤梨要来帮他加油打气 但是陈时中跟台北市场 柯文哲之间的战火是没有停下来 因为陈时中自评说防疫成绩85分 而疫苗采购90分 是引来柯文哲爆粗口回应 陈时中今天也说明回应了 一起来听 确实这样讲不好 不过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用语 我记得他已经多次这样讲 不过我想当一个市长 用这样的话语 其实显露自己的没有口德而已 那对整个选战没有什么帮助 那至于我们打防疫的分数 是全民防疫的成果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好 那另一头陈时中 也是在杠上了蒋万安 因为前一天前几天的时候 陈时中表示说 好学生比较容易被挑毛病 却引来蒋万安大酸说是不知反省 陈时中就说蒋万安 这个是尖酸 刻薄的话 只有蒋万安 讲得出来是没有口德的 那么两人之间也是持续的对抗 以上想这一情形 把时间转捧 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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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